有容乃大 好友尼光炯教授正在首不试卷的读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 他对我说 书中对老子、庄子等东方哲学思想与现代基本粒子、物理学发现之间的相似性又精辟的阐述 作为中国人 我感到既自豪又惭愧 为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而自豪 但又为著书力说的却是一位西方学者而感到惭愧 我说是的 此书出版25年来已累计发行了100多万册 在科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一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注意东方文明 这不仅限于物理学领域 例如还有一本研究股票市场的书 名为道穷指数 此道非彼道 主指是提倡以老子之道的整合总体观点来预测股市走向 与时下流行的数量分析法 唱对台戏 倪教授的感叹引起了我的深思 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衰 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原因何在 至而言之有容乃大 中华文明之强大 生命力在于能不断吸收融合各民族文明之精华 这样的势力贯穿于整个历史 我国第一个文化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一时间诸子百家如雨后春笋 冲快而出 各种学说如百花齐放 争言斗艳 揪其根源 一方面是华夏诸民族融合的结果 另一方面 当时周氏衰微群雄定起 为多元文化创造了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 带到秦一统天下之后 这种对多元文化包容的政治条件不复存在 诸子百家也就销声匿迹了 对我国文化影响 只具的佛教发源于印度 传入中国后历经了一个汉化的过程 不仅产生了富有文趣和哲理的禅宗 同时也融入了艺术 表现在许多精美绝伦的雕塑和壁画 至于民俗文化中的佛教影响 更是有目共睹 圣唐之文艺高峰 固然由于当时繁荣的经济 和平的环境 统治者的倡导和钱袋的积累 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因素是 广泛地吸收了从西域传入的异族文化 至于作为我国近代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则是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直接结果 中华文明渊远流长 历史历久而倪心 靠的是有容乃大 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包容性 中国历史上原清两个皇朝分别是蒙古族和满族 凭着铁马金戈 强攻立足入主中原 尽管统治者实行民族启示政策 企图分化各民族 结果怎样呢 几百年后 蒙满两族已很自然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民族的融合不是靠暴力强制 而是靠中华文明 大同兼爱之人心和博大精深文化之潜移默化 中华民族之强大凝聚力源出于有容乃大 还有一个震惊世界的例子 犹太族一向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独立性和坚守传统的精神 数千年来 犹太人浪迹天涯 寄居各地 始终保持其独特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 从未有被其他民族所同化的先例 唯一的例外发生在中国 早年定居在开封的一只犹太人 至今已完全被同化 再也找不到原来犹太族传统的影子 中华文明包容性之强大 于此可见一斑 这也证明了 有与有容乃大相对立的是闭关锁国 前者代表强大和自信 导致发展和进步 后者代表懦弱和自卑 导致衰微和倒退 这样的势力始不绝书 明朝开国之初 曾多次派出使臣与各国交往 其中最著名的是明成祖派遣 郑和七次下西洋 郑和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舰队 与亚洲及非洲各国贸易交往 表现了泱泱大国的雍容大度和木林精神 照当时的势头继续发展下去 中国很可能与西方同时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 一起进入现代社会 可惜仁宗下旨 把西洋宝传 从此闭关锁国 另一说 宣宗继位后 郑和曾第八次下西洋 但不管怎样 以后就例行海禁 明朝的国势日趋衰微 清朝开国之初 康熙 雍正 乾隆 三朝尚能聘用克卿 学习西方的立算 筑法 而后排外思想逐渐占了上风 国势也就江河日下 若非明清两朝后期闭关锁国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就不会那样落后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欺凌的血泪斑斑近代史 就可能会改写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讲民族主义 千万别忘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屹立于世界之根本 有容乃大 否则就是太阿道池 受人以禀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确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古往今来 他以他博大的胸襟和独特的魅力 吸引了多少外国人前来探索 游玩 最后又不知道有多少外国人被他所吸引而留下来成家定居 心灵感悟 中华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唐朝时期 在思想文化 国力 疆土等方面几乎达到了鼎盛 这与他巨大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 而明清时期的国力下降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闭关锁国 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 我国国力突飞猛进 和他坚收并需的包容性不无相关 一个国家具有包容性 可以促进自身发展 使自己实力强大 同样的 一个人也需要一颗包容之心 能够虚心地向他人学习 去无存心 则善而行 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 促进自身各方面的进步 那么自然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立于不败之地 有一首小诗这样写道 学会宽容 也学会爱 不要听信青蛙们嘲笑 蝌蚪那又黑又长的尾巴 允许蝌蚪的存在 才会有下业的蛙声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 是一对论敌 他们关于定比这一定律 争论了九年之久 各执己见 谁也不让谁 最后的结果 以普鲁斯特的胜利而告终 普鲁斯特成了定比这一科学定律的发明者 普鲁斯特并未因此而得意忘形 他真诚地对曾激烈反对他的论敌贝索勒说 要不是你一次一次地质疑 我是很难把定比定律深入研究下去的 同时 他特别向公众宣告 发现定比定律 贝索勒有一半的功劳 这就是宽容 允许别人反对 并不计较别人的态度 而充分看待别人的长处 并吸收其营养 这种宽容是一红温情而透明的湖 让所有一切映在湖面上 天色云影 落花流水 这种宽容让人感动 我们的生活日益纷纷复杂 头顶的天空并不尽是反高涂抹的一片灿烂的金黄色 脚下的大地也不尽如平原一样平坦 不尽如人意 烦恼 忧愁 甚至让我们恼怒 无法容忍的事情 可能天天会磨尖接踵而来 裁下眉头 右上心头 抽刀断水 水更流 我所说的宽容 并不是让你毫无原则的一味退让 宽容的前提是对那些可宽容的人或是 宽容的核心是爱 宽容不是去对付 去虚与尾蛇 而是以心对心的去包容 去化解 去让这个越发世故 物化和势力粗糙世界 变得湿润一些 而不是什么都要剑拔弩张 斤斤计较 什么都要拼个你死我活 即使我们一时难以做到 如普鲁斯特一样成为一红深邃的湖 我们起码可以做到如一只青蛙 去宽容蝌蚪一样 让温暖的夏夜充满 嘹亮的蛙鸣 我们面前的世界 不也会多一份美好 自己的心里不也多一些宽慰吗 宽容是一种爱 要相信 斤斤计较的人 功于心计的人 心胸狭窄的人 心狠手辣的人 可能一时会占得许多便宜 或阴谋得逞 或飞黄腾达 或春光占尽 或独占凹头 但不要对宽容的力量 丧失信心 用宽容所付出的爱 在以后的日子里 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 也许来自你的朋友 也许来自你的对手 也许来自你的上司 也许来自时间的检验 宽容是我们自己的一副健康的心电图 是这个世界的一张美好的通行证 感悟 要让自己快快乐乐地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 自己首先要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要真正做到宽容并不容易 如果你心里有恨和苦 宽容不了他人 或者如果你认同宽容是很高尚的行为 不过难以时时刻刻做到 你应该远离品头论足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发现你的宽容多了 你心里的平安和喜悦也多了 逐步做到宽容 是一个人成长和进步的过程 因为宽容 你会始终生活在平静 健康之中 因为宽容 你会成为婚姻的赢家 因为宽容 你会成为事业的赢家 因为宽容 你会成为幸福的赢家 宽容可以让生活变得美好许多 会让这个世界充满爱 冬天一个冰寒的晚上 在寂寞的马路旁边 枢枝交横的树下 候着最后一辆搭客的汽车 只我一个人 虽然不远的墙边 也蹲有一团黑影 但它却是伸手 讨钱的 马路两旁 远远近近 兜立着灯窗明灿的别墅 向暗蓝的天空 静静地微笑着 在马路上是冷冰冰的 还刮着一阵阵猛厉的风 留在枝头的一两片枯叶 也不时发出破碎的枯声 那蹲着的黑影 接了我的一枚铜板 就高兴地站起来向我搭话 一面抱怨着天气 真冷啊 再没有比这里更冷了 先生 你说是不是 看见他并不是个讨厌的老头子 我便也高兴地说道 乡下怕是更冷些吧 不不 他接着咳嗽起来 要吐出的话 塞在喉管里了 我说为什么 你看一下霜 乡下的房屋和田野 便在早上白了起来 街上却一点也看不见 他垂了几下胸口之后 兴奋地接着说道 是的是的 乡下冷 你住人家门前的稻草堆上一钻就暖和了呀 这街上 横 贵地方 还有那些山里啊 比乡下更冷 唉 那才好呢 火烧一大堆 大大小小一家人 热闹呀 接着他便说道 壮年之日 在南方那些山中 冬夜走路的事情 一个人的漂泊生活 我是喜欢打听的 同时车又没有时来 便怂恿他 说了下去 他说 晚上在那些山里 只要你是一个正派的人 就可以朝灯火人家一直走去 迎着犬生 敲开树荫下的柴门 大胆地闯进 对着火堆周围的人们 不管他是男的女的 用两手向他们俩尖头一分 就把你带着风寒露湿的身子 轻轻地放了进去 烧山鱼和热茶的香味 便一下子扑入你的鼻子 抬头看 四周闪着 微知的眼睛 丝毫没有怪你唐突的神情 他刚开口说 有哪儿来的时候 一杯很热的浓茶 就递在你的下巴边上 老太婆吩咐他的孙女 赶快把火拨大些 多添些柴火 说是客人要暖和他的身子 你暖和了 还不觉得疲倦的话 你可以摸摸小孩子的下巴 拧拧他们的脸蛋 做一点奇怪的样子 给他们嬉笑 年轻的妈妈 一高兴了 便会怂恿她的孩子 把拿着要吃的烧山芋 分开一半 放在你这位客人的手上 如果你要在他们家过夜 他们的招待 就更来得殷勤些 倘若歇一会儿 转转身子 还要朝前赶路 一出柴门 这可听见一片欢送的声音 转来时 请来玩呀 老头子讲着讲着 给冷风一吹 便又咳嗽起来 我听得冷得都忘记了 突然老头子 忘形地拉着我问道 先生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的人家 火堆一定烧得多的 看窗子那么亮呢 他们为什么 不准一个异乡人 进去考考手呢 大客汽车从远处 轰轰地迟来了 我赶忙摆他的手 高生说道 因为他们是文明的人 不像那些山里的 在跳进通明的汽车里 目的离开他了 但遥远的南国山中 小小的灯火人家里面 那些丰美醉人的温暖 却留在我的冬夜的胸中了 感悟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这是对富人 穷人之间差距的鲜明刻画 也是文中老人的心酸遭遇 富人们在自己豪华的大房子里 烧着火堆取暖 老人蜷缩着身子 蹲在路边 而富人们房门紧闭 不准一个异乡人进屋 考考手 跟淳朴山里人的热情 好客截然相反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说冷漠 不关心他人就是文明 如果说不管他人的死活 就是文明 如果说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就是文明 那么这不是社会的进步 而是倒退 拆除那道 伟善的文明墙 对他人多一些关怀 多给予他人一些温暖 让自己的心灵变得美好一些 让这个社会变成和谐温暖的大家庭 少一些纷争 少一些冷漠 正如相互依偎取暖 温暖了他人 也温暖了自己 请不吝点赞